这兔子 老虎 熊猫真是把我整无语了 每次在我睡觉的时候都得强行把我拉进梦里 然后对我就是一顿吓唬 这包昨天刚进到梦里就被条文先生给拿捏了 同时还把观看的小伙伴们吓了一跳 索性我自己没被吓到 因为我把游戏关了 这次的梦境比以往惊险的多 走着走着你就会发现 老虎 兔子 熊猫会时不时的冷不丁的 看出个大脑瓜子监视你 而解决的办法只有一种 那就是站在原地不动 就这样走走停停 很快就走到尽头了 但是离开这里的门却无法打开 此时还出现了一个新任务 避开玩偶视线将所有水平归位远处 如果没猜错 这应该就是开门的方法 水平我已经看到了 在菱形的柜子上 接下来就是把这上面出现的水平 放到相应的石台即可 首先是这个菱形柜子上的水平 蹦起来拿到手 哎 熊猫出现了 先不用着急走 等它走了 咱们再慢慢往回走 这熊猫老虎我也是最 哎呀妈呀 还好我反应快 不然早就被这俩货带走了 哎 看到没 凭我的智慧 对付这仨玩偶 简直不要太轻松 当然剩下的水平 护送也很顺利 虽说机关增加了许多 但是在我这里 无非就是多用点时间 什么尖刺玩偶黑手 遇到以后都一个样 站一会儿 等一会儿 发呆一会儿 走过去就行了 就这样很轻松的 我便把剩下的三角 插号方块 三个水平 全都放到了相应的位置 不过诡异的事情 也在这会儿发生了 本来以为推开门 我可以回到现实世界 但是却来到了一个 异常安静的走廊 这里的每扇门 都无法打开 不仅这样 真正诡异的是 每次当我走到尽头 离开的时候 都会回到最开始的地方 反复尝试了许多遍 结果都是这样 难道 难道 我遇到鬼 帮我 请 总算是有点不一样了 修女都开始喊救命了 但是这惊喜也来得太突然了